江森林 香港 大家好 我是Niko 今次不畫畫 不如試試做黏土手工吧 就是現在這四款 首先會有帶了聖誕帽的奇蛾 圓滑滑的 挺有趣 不少的當然還有聖誕老人 我還做雪人和聖誕樹 這四款聖誕黏土 看起來都不難做 我所使用的黏土顏色 大約都會用到這六種顏色 我用的材料是輕黏土 製作這幾個公仔的時候 主要白色和綠色就用得最多 其次就是紅色 黃色和黑色 至於藍色我就用得比較少 如果買不到藍色 用其他顏色代替其實都沒問題 買黏土的時候 它有時會附送一把泥批 如果你家裡沒有的話 今次都可以用牙籤去代替 然後我在文具店看到這一包波波球 我是用來做聖誕樹頂的裝飾 但是其實我都只是用到一粒 所以其實都不是必要要買的 因為要貼個毛毛波 所以我也準備買一個白膠漿 基本上黏土和黏土之間是有黏力的 如果你不需要貼一些裝飾品 其實是連白膠漿都不需要用到的 準備好你手上的輕黏土 那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我會先做雪人 我會先做雪人 我會先做一件事 曾經從自動飾品 我會先做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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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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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